朝鲜内阁总理露面考察 这在同样需要一尊的国家是极不寻常的 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金三胖如果没病 为什么不出来走两步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盖韦 这里不卖货 只交朋友 你还好吗 最近宇宙无敌大将军金正恩同志生死成谜 各种猜测 传言满天飞 本着不信谣 不传谣的原则 在4月21日的节目中 我看到了CNN的报道 只是引述了一下 就没有后续的再跟进 因为有些消息是需要确认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观察 可是就在4月25日 中共新华网突然报道了朝鲜内阁总理金才龙 到朝鲜西南部黄海南道的康陵湖水淡化工程 和金浦矿山实地考察 这就有意思了 我们先看看这位朝鲜内阁总理金才龙 是何许人也 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 金才龙曾担任平安北道和慈江道党委书记 后于2015年2月晋升为慈江道党委责任书记 一年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江源道委员长 2019年3月10日他被选为朝鲜最高人民议会议员 不到一个月以后 在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期间 金才龙取代了朴凤朱被任命为总理 他还被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并且出任国务委员会委员 他是北韩历史上首位有属于地方的官员 直接晋升为总理的官员 DelayNK相信这是因为他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而得到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器重 从新华网这则新闻也可以看出 这位人物应该是亲中人士 中共把他拿出来报道 是是谁 试探舆论的反应和让他露面 先在国际上做一个铺垫和缓冲 但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他主外 金正恩的太太和妹妹主内 但这估计是中共打得如一算盘 至于俄罗斯和美国怎么想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金浦就在三八线凹陷进去那一块 康陵则是黄海南道靠海的地方 有可能这个人去和南边接洽了 新华是平壤分社这个消息是非常有趣的 对独裁国家我们只能从表象上来猜测了 另外从美国和韩国的反应也能说明一个问题 韩联社4月23日报道称 美国与韩国2019年时曾为了推进美朝无核化谈判 把空军的连演推迟 但是由于2020年以来朝鲜多次发射导弹 美韩似乎意在借此演习释放警告信息 此次军演的时间为4月20日至24日 韩国的F-15K、KF-16战机以及美国F-16战机参演 韩军表示该演习是提升韩美同盟联合作战能力的例行联合演习 参战能力与规模与往年相似 美军E-8C侦察机和海军P-3C海上巡逻机等之后接连飞到朝鲜半岛上空 4月22日一架从美国本土起飞的美军B-1B轰炸机在日本附近 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展开联合演习 从美韩突然军演和出动的装备不难看出 美日韩在提前为金三胖挂掉做准备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都在忙于抗疫的时间点上 面对病毒应该是能不动就不动 而美军从本土出动B-1B这一举动 应该可以看出当前局势的严重性 另外日媒周刊现代特别编辑委员近藤大介24日撰文 引述大陆医疗相关人员的说法称 金正恩于下乡考察时突然手按心脏倒下 一旁的医疗队为他做心肺复苏急救然后送医 报道称应北韩的求助 北京随后派出了近50人的医疗团队前往平壤 不过此间北韩医疗队先为金正恩进行了紧急心脏指甲手术 指刀的是曾常年在大陆研修的北韩外科医生 这本不是高难度的手术 但消息人士透露指刀的医生太紧张了 忍不住双手发抖 又因为没有为像他这么胖的人开刀的经验 长达8分钟才把指甲放入 远远的超过了正常约1分钟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金正恩就变成了植物人 36岁的金正恩身高170厘米 体重却有130公斤 真是金散发 这个报道目前也无法证实 但是从逻辑上能说得通 从4月11日金正恩主持会议视察军方之后 就一直没露面 4月15日他祖父金日成诞辰 今年日太阳节金正恩都没有出席 这足以证明金将军有问题 还有一个令人感到蹊跷的是 据陆媒聊审晚报21日报道 香临北韩的中铁沈阳局集团发布公告 从4月21日至5月21日 沈铁部分列车暂时停运 涉及北京 长春 大连 哈尔滨等多个方向 而其中包括大连北火车站 往返丹东的车次大规模停运 丹东是前往北韩的一个主要的节点 令人不仅猜疑 这是否与北韩的局势有关 我个人当年在中共军队的时候 也有过丹东和凤城的经历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但还是印象深刻 尤其是鸦绿江边的风景的对比 中国这边是灯红酒绿 将对岸是一片死寂 这样大面积停运的动作 一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记得2014年金正恩曾消失约40天 最后持着拐杖也要现身 如果没有意外 三胖一定会出来走两步 综合前面所讲的多方面的信息 估计金将军出问题是一定的了 眼下这个形式就是独裁国家的bug 如果我们这位宇宙无敌大将军真的挂了 未来美日韩和中俄之间的博弈 会是继新病毒以后的又一场大戏 不管怎么样吧 对朝鲜来说都是好事 这个国家已经无药可救了 出现什么变化都是向上走的变化 庚子年注定是不平凡的 在一个有信仰的人眼里 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我们只能顺着历史的车轮顺势而为 反人类的独裁政权注定是要灭亡的 这是一个历史趋势 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 站在历史的对立面 结果可能会是非常可悲的 奉劝中共那些还在执迷于权力和利益的当权者 每一场历史大戏的演绎都是您选择的机会 切不可一错再错 感谢您的关注留言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